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得什么都快捷嘛 咱平行而论 发个小卡片也是让我们更快捷嘛 不就发个小卡片嘛 不发小卡片的客栈都不是好客栈 想想看 为了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不惜违法 这是多么可贵的服务意识 这是多么人性化的服务态度 简直就是中国好客栈良心好老板呢 衡量一个地方服务业是否发达的唯一标准 是宾馆小卡片发放的数量 你知道吗 传统行业不发达才会有020的机会 提起这些个发小卡片的真是够了 每次都他妈不出样的发一堆 让我他妈怎么选呢 亲爱的 咱们这月的小卡片还没有发完呢 哦 还差多少张没发完 十万张 微博都吹过牛逼了 说小卡片是大风刮来的 再让人往门奉三多没面子 就是今天没有风 刮不进客栈里面去 看来只有让我去借点东风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我装逼的时刻 这个卡片不一般 大风刮技往里面 大风刮技往里面 这个卡片不一般 每次住客栈都能收到 门缝里的小卡片 这都是对我道德的拷问 对我人性的鞭挞 哎 每一次我的内心都会陷入痛苦挣扎 该选择哪一张呢 选择恐惧症呢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用下半身思考啊 那些小卡片 号码都是真的 人是假的 如果遇到了人也是真的 那就得提防仙人跳了 就像一句广告词一样 携成在手 说拽走就拽走 这是客栈监管的失职 更有甚者是沆瀣一气 相互勾结 所以一定要珍爱生命 远离黄色小卡片呢 看完视频不扫二维码的同行 这都是赤裸裸的耍流氓啊 让你不扫二维码 让你不扫二维码 你咋不扫钱呢 让你不扫二维码 看完一风之音搞笑视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微信添加好友 一风之音 看更多精彩视频